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洪簡婷會 加入我們獨屁早安 趙雯早安 伊達白安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伊達早我們要討論的是 這幾個禮拜其實美國多索的大學 爆發了抗議潮 而且是親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 就像雨後春筍般出現了 甚至還出現仇恨的言論 那麼美國政府就講了 這已經越過政府的底線了 而且其實像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學校都是授權警察 甚至是軍方直接進到校園 來驅散學生的 所以其實畫面上有看到一些 對峙 壓制 逮捕的場面 光是在上個週末 其實就有大約275個人 在四所大學的校園裡面被逮捕了 好 這也讓中國逮到機會了 他們刻意在美國製造混亂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見縫插針 因為可以看到中國網友 他們甚至是出征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微博帳號 就說美國根本就不重視人權 或者是來諷刺說 示威抗議是民主標誌這樣的說法 其實就是來藉機宣洩一些反美的情緒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要帶大家來關注到的 是美國大學校園的反戰示威行動 是持續延燒了 全美是已經有至少50所的大學院校 出現了挺巴勒斯坦 反對加薩戰爭的紮營示威 目前加總起來恐怕是有800人左右 是因為參與了這些抗議行動而被逮捕的 其實早在3月的時候 就有反戰學生在校內紮營了 但是這一波星星之火開始燎原的燃點 是在4月中 在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這個部分 因為校方授權了紐約市警察局突襲校園 並且進行大規模的逮捕 強行拆除了反戰學生所搭建的加薩團結營地 只是學生其實並沒有因此就撤離了 哥大其實也再度的發出最後通牒 要求學生是要在今天台灣時間凌晨2點就要來撤離 不過學生是絲毫沒有要退讓的意思 這樣的浪潮其實也就蔓延到了歐洲國家了 像是法國巴黎的索邦大學 很多學校其實一直都在尋找最佳的對策究竟是什麼 因為一方面需要來尊重言論的自由 另外一方面又必須來遏止抗議的煽動性 有時甚至是出現了暴力的反猶太主義的呼聲 許多學校就像我們畫面上看到 是採取了比較強硬的手段了 就讓警力甚至是軍人直接進入到了校園 所以也有看到有裝備有防暴裝備的這些警察 是動用了電擊槍 催淚瓦斯還有橡膠子彈等等的手段來逮捕示威者 那這當然也就引發了非常多的批評了 指責這是讓情勢更加的混亂 那同時也讓人聯想到了1960年代 因為越戰而掀起的反戰的浪潮 美國白宮其實也對這波的校園示威 以及軍警的進駐呢 有了最新的評論 在法律上的警察 那是在學校和學校的學校 那是他們決定的 我們必須可以讓美國人 平均在法律中的法律中的法律中 那是重要的 現在美國人有法律中的法律中 在法律中的法律中的法律中 我們相信這裏在這裏的法律中 我們相信在這裏的法律中 他站在柔軟地 我們從剛剛尚皮葉的發言 似乎是可以看到 白宮把學生支持加薩 巴勒斯坦人民 以及反對戰爭的行動 直接就看反猶太主義 還有仇恨言論就扣連在一起了 但是這樣的表態 是否有點太過於武斷而簡化了 那其實也是滿危險的 紐約時報就分析指出了 其實在大選年 現在卻爆發這樣大規模的校園抗議 那恐怕是對執政的民主黨 還有尋求連任的拜登 是非常不利的 那就由巴勒斯坦裔的民主黨人 自己都說了 恐怕不只是會在投票的時候 失去年輕人的選票 而是整個選舉機制還有民主體系 都可能會因此失去的 這一代的年輕人 而且說真的對以色列大舉進攻 加薩造成嚴重傷亡的批評 就是反猶太主義的言論嗎 那其實我們從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戰爭以前的民調 就可以看出了 這一代的大學生對於以色列的觀感 其實已經非常不一樣了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7月所公佈的調查 各個年齡層的世代差異其實是相當明顯的 首先帶大家看到是戰後嬰兒潮世代 現在大概是65歲以及以上的年紀了 那對於以色列的好感度高達了69% 是各個區間當中最高的 那再來是大約50歲到64歲左右的X世代 對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是有60%的 那反感則是來到了36%了 那接著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千禧世代 現在大概就是30歲到49歲之間 好感已經降到了49%了 那反感上升到了47% 最後就是Z世代了 也就是大約現在18歲到29歲的青年 好感就只剩下了41% 那反感則是創下了56%的新高點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波的衝突爆發之前 Z世代對於以色列本來就是反感多過於好感的 那在以色列進攻加薩之後 其實Z世代認為 以色列正在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比例 也比其他年齡層都還要高 幾乎是到了每兩個人就有一個人如此認為的程度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群本來就對以色列好感不強的人 集體目睹了這幾個月以來的殘酷殺戮 而且自己國家的政府還是這場殺戮的最大靠山 那這種情境其實也就加劇了彼此的怒意串聯跟共聯了 那現在校園其實也就為這股憤怒提供了一個空間 最後也就導致現在所看到的反戰示威在美國大學是遍地開花 不過也不能忽略的 其實千禧世代還有Z世代的成長背景是非常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都還是知道二戰時的納粹大屠殺 還有後來的以阿戰爭 不過對於這兩個世代而言更常在媒體上看到的 是以色列侵吞約旦和西安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剝奪了水源限制的行動還有審判不公 以及軍警濫用暴力等等的現象 所以就很難把以色列跟受迫害這樣的標籤相連結在一起 因為現實環境怎麼看呢 好像是巴勒斯坦人都比較適合這樣的描述 特別是對Z世代而言 現實當中所看到的以色列就是一個不公正的佔領方 對加薩地帶執行漫長而不人道的封鎖 還多次發起的攻勢以及現在的全面入侵 不過這次抗議的學生其實也清楚強調了 行動並不是在反猶太主義 更重要的是其實是不同族群不同的群體 要共同對於和平發出嚮往 沒有在暴力中在這個外線的地奏 I've told the people who care If you talk to any of our organizers You'll know antisemitism is not loud 我們必須要關注這些事 這些事情是重要的 我們作為學生 我們也要關注 所以我們跟GaZa共同 我們也有有報復 跟人和所有的合作 和亞洲學生 支持的故障 當學生抗議延燒之際 其實也可以看到 國際社會是持續的 在努力要推動停火協議的 像是美國總統拜登 就和卡達以及埃及的元首對話了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再度前往中东 除了是和中东各国来共商对策之外呢 他也喊话哈马斯要接受目前的协议草案 那之后布林肯也会再到以色列 更加强力的施压 要以色列改善加萨严峻的人道局势 那就有民主党人提醒了 在外呢是有外交的斡旋 那对内虽然一再强调容不下反游主义 但是也不能忽略了 是有成千上万乐于接纳 并且相信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信仰世界的学生 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 推进着民主 推进着和平 欢迎回到全球大头条 我是赌亿 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 就是在4月28号 在东京的浅草寺 有一场非常特别的相扑比赛 那就是两边的相扑选手 就像我们画面上看到 是抱着小baby 那看哪一个小baby先哭出来 那一边就赢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然是拿着面具 或是扮鬼脸 想尽办法就是要把孩子弄哭 那这样的哭泣相扑姐 其实从1991年就开始举办了 希望借此来祈求孩子们的平安跟健康 今年是大约有100位左右 一岁的小baby来参加 那家长就希望了 是可以为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 只是这样可爱的画面 恐怕是会越来越难得了 因为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可以看到2023年的出生数 是大降了5.1% 跌到了75.86万 已经是连八年的下降了 而更让人担忧的 其实结婚数也是下降的 那减少了5.9% 跌到了48.93万对 这是90年来 日本第一次不到50万对结婚 那由于日本大多数出生 都是婚生子女 所以结婚数下跌 之后几年的出生数 恐怕也是会加速下跌的 那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的话 日本到了2070年 人口恐怕就会减少了三成 剩下8700万人左右 那人口减少 再加上人口老化 以及乡村人口移居都会的影响 就会使得日本的 二三线城市空污严重 那农地也无人耕种 2002年到2020年的18年间 其实已经有至少 8580间的公立学校 因为没有学生或学生人数不足 而被迫关闭的 那甚至也有人预估了 未来日本其实有40%的市区丁村 恐怕是会直接消失的 另外还有127万 以家庭经营形态为主的小企业 恐怕也会因为后继无人 而面临关门 这就会导致日本国内 多达了650万个就业机会的消失 也会直接冲击到日本的经济 损失规模会减少了22兆日元 大约是新台币5.2兆元 那不管是刚刚看到的哭泣相扑节 或是裸记等等的 日本的传统节庆 也可能会逐渐的难以延续 其实少子化也加剧了 当今日本社会的对立了 已婚跟未婚 有小孩跟没小孩 族群的分化正在加剧 那在日本的媒体上 就有对加油幼儿 父母的批评声浪在蔓延了 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酸的说法 就讽刺说 这些有小孩的大人是最大的 这些家长都是代子大人 这样是有人就抱怨了 同时因为小孩发烧 突然要请假 就让大家的工作量变大了 那也有人说 有许多餐厅 店面空间本来就小到 只剩下吧台区了 那还要被婴儿车夹击 另外像是搭新干线 或是飞机的时候 座位后方如果有人带小孩 不但不能把椅背往后倒 那可能还会有小朋友的哭声 那在小子化的现代 有未成年小孩的家庭 已经成为了少数派了 在2022年的时候 全日本有未满18岁 小孩的家庭数 第一次跌破了两成 只有18.3% 所以每养过小孩的成人 激增了 少了育儿的同理心 也就是这些所谓代子大人 挨骂的背景之一了 那另外育儿负担的外部化 跟社会化 其实也造成了不公平的感觉 或是出现了 为什么我们要为你的小孩 来牺牲的一种相对剥夺感 那就像是政府推动立法 要求企业必须要提供家长 可以选择短工时的制度 或是有加班的限制 弹性上下班等等 不过却是没有考虑到 主管还有同事的负担的 那岸田政府其实大打的 扩充儿童今天 也就是国家来一起养小孩 要来强化支援育儿家庭 只是这个裁员是来自 公共医疗保险 不管说家里到底有没有小孩 所有的国民都会被征收 也要一起来承担 这也都引发了不满了 那学者就预估了 日本不婚不生的比例 其实会持续上升的 那社会对于代子大人的批评 恐怕是不会消失 甚至是还会扩大的 这样不友善的育儿环境 也可能不利于生养小孩 而这些都是日本政府 必须要正视并且对症下药的 否则恐怕就会陷入了 一种恶性的循环 对于地区 对于经济 还有社会三个方面 也都可能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 我是杜康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给赵文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